在两人的第一次大型连展退之后 融融硬理的二人世界 添了一个新成员 二人世界成为幸福的三口之家 而融融硬理的影像世界里 新的生命也随之诞生 因为在05年的时候 我们也做了那个大的男的 也有小孩新的生命 然后我就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是因为摄影而绝缘 所以我们就是开始考虑做一个空间 最初开始想的 其实就是想在我家里 做一个图书馆的 一个开放的图书馆 因为可以有很多年轻人来交流 想着这样的一个 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后来就是找到那块空地的时候 因为那个地特别安静特别好 所以当时也有一些破的厂房 我想修一修 后来一修也不少钱 所以干净就重新盖 那重新盖就有一些 就增加了很多内容 有展厅 有咖啡厅 有暗房 有艺术家寄住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 真正的艺术中心 所以慢慢这个就是 其实很小的一个梦 变成很大的一个世界 对对对 对对 他以前我记得这一小圈 这两圈是树 然后两圈是一圈 这些树都是谁开的 都是他们干的 他们盖的 你知道吗 原来圈大粗的高的树 对 他们说 德币给我说 一夜之间滑掉了 他们为了盖出这个平米树来 然后租给我 就是 原来放你井 就是这个领导最牛逼的 所以我没关系 我们还要把税重合起 人家大树 人家大树 我们也可以移过来 我的头发白了 都不是因为小孩那么多白了 都是因为三一堂 困难太多了 我跟你说 因为要谈 最初是拿那一块地 因为要 我不会喝酒 最后二锅头也喝了 都是因为要谈 跟人家拿那块地 然后最后 然后因为它是从 没有到有 都是一砖一瓦盖出来 融融请来多年的好友 艾未未 担任三影堂的建筑设计 在4600平米的空地上 建起了包括展厅 放映厅 图书馆 暗房 办公区 艺术家居住区在内的 功能完善的艺术中心 这个是第一展厅 其实它你看这个建筑也很有特点 有一个众生感 有空间感 它全部你看这个大梁 全部是用鞋的 感觉是非常有那种空间的感觉 我们这个空间首先其实它不是特别夸张 你知道因为它的空间的尺度是基本上是针对那个影像 就是人你可以跟这个影像的一个亲和力的一种感觉 比如说现在很多空间特别大 但是照片就是很快就是被这个空间吃掉 所以我们这个空间的尺度 你到一个空间你马上就能接近这个影像的一个 进入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 在展厅的背面 是三影堂的影像制作中心 这里有数码摄影的专业喷墨输出工作室 而一直对传统黑白摄影情有独钟的融融和硬力 还特别在三影堂开设了两间传统暗房 为坚持黑白胶片摄影的艺术家 提供高质量的制作条件 这个其实这个暗房是从我的家里头搬过来的 我的工作是搬过来的 当然我也是可以用 但是这个地方是也是对一些居住的艺术家可以用 也可以外面的人如果 因为现在这种暗房还是不多 就是对传统的这个暗房还是不多 上次有那个清华美艺的他们的学生来我们这里 来参观我们的暗房 然后他们老师带学生来 就是说他们没有看过放大机 我说来看嘛我们放大机 所以他们告诉这个暗房这个暗房拿去怎么放的 然后呢老师就说你们有没有底片呢 这鞋虫都没有见过底片 我说让我很吃清 所以那个我说刚好这里有冲完了底片 他们就过来看 所以那些鞋虫都是二十多岁的小女孩 全部拿着那个数码相机拍这个底片 这个就是底片 我觉得有点太恐怖了 就是说现在这些东西已经消失得太快 暗房旁的储藏间里收藏着众多国内外摄影家的摄影原作 这些藏品有的来自曾经在三影堂举办过的展览 也有的是摄影家专门为三影堂捐出的作品 融融和硬理的目标 是希望三影堂未来能成为中国当代摄影史的博物馆 在三影堂二楼的图书馆 是目前国内第一家免费向公众开放的摄影图书馆 六十多平米的空间里 陈列着两千多册国内外当代摄影 及录像艺术的书籍、画册和期刊 而创建之初的五百册图书 全部来自融融和硬理的私人收藏 我在国外我最大的兴趣就是书店 老的书店也好新的书店也好 就是满身的画色都是背回来 那硬理在东京也他把家搬到这边来也有很多书 所以我们把两个人的收藏的书 十多年的书都放到这个图书馆 我希望给很多年轻的人可以看吧 当然现在有很多人给我们帮助 我做完这个三艺堂 我已经没有钱去买图书了 所以现在这个三艺堂 每一个星期可能会收到一些包裹 我们的书已经超过了 开幕的时候超过了好几倍了 两倍了 因为很多机构捐给我们送给我们 就是所以这个图书馆现在有很多书 就在国内我觉得是摄影最前的图书馆 一松二 二松三 三松万物的 比如说荣荣 荣荣是一个 一个就是独立的眼睛也可以是 然后他跟我做起来一个 三艺堂也是作品也是第三个生命 然后呢 这个第三个生命再送出来 就是无限的影像世界 我们的对三艺堂的希望是这样 开放的两年间 三艺堂已经举办了二十多场 大大小小的主题性摄影艺术展览 展出作品上万幅 无限的影像在这块梦想的空间里延伸 2009年3月 爱卫卫摄影展纽约1983到1993 在三艺堂摄影艺术中心展出 从一万多张照片中精心挑选出的 二百四十幅从未发表过的黑白照片 以爱卫为对社会和艺术的独特视角 折射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文化和氛围 因为三艺堂是立足于本土 就是中国一个本土 然后呢 比如说要挖掘一些老的摄影师的一些作品 有价值的一些作品 就是大家不知道 以前没有发现过的 十年前 许多当代艺术和摄影作品 因为条件所限而不能呈现 如今 荣荣和应礼希望给他们搭建一个 直接面对观众的自由而开放的舞台 与此同时 三艺堂也密切关注着 中国当代摄影的新生力量 作为青年艺术家支持计划的一部分 三艺堂从2008年起 设立了面向摄影艺术新人的 三艺堂摄影奖 成为国内第一个当代摄影艺术专门奖项 2009年4月25日 首届三艺堂摄影奖作品展开幕 展出权威评审团 从300多位投稿者中初选出的 31位年轻摄影家的作品 第对象 是其中得三艺堂大奖 叫阿斗 它是来自四川 这次有300多个人投稿 所以这个就是其中有一个奖是大奖 还有其他的女性的奖 我们打算每一年的春天会 做一个支持年轻的一个项目 今年是刚刚开始 年轻摄影家们在这里尽情地展现 他们对于影像独特丰富的表现力 在推出具有独立精神和艺术前置的艺术家和作品的同时 三影堂也把影像平台延伸到了国际上 许多国外艺术家也纷纷慕名而来 送来自己的作品 其实应该有自己的一个美学吧 自己的这么多年有一个 可能也是偏好吧 可能我比较推崇的是哪一种东西 比如说可能我这边就更注重的那种原创力 还有他们摄影的品质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 可能这个我会比较注重一些 那我们就是可能对于未来是对年轻人 推动年轻人的更多的那个机会 比如说国际交流的平台要做起来 很多中国年轻的收影家可以那个多一点机会 去国外留学 还有去国外的机会 还有也可以就是他们自己发展出来 就是我们推动他们的项目 项目啊什么的 以后这三一堂可能是对年轻人的教育的基地